东汉建安五年 曹操通过关渡之战 击败了北方实力最强的军阀 袁绍 并在袁绍病死后 席卷纪 清 冰等州 袁绍的两个儿子 袁熙和袁上无立足之地 只能向北逃亡 依附三郡乌环 乌环又称乌丸 源自东湖 东湖本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 西汉初年 匈奴势力逐渐强大 击败东湖 东湖中一个部落退居乌环山 以山名为号 因此称为乌环 早期的乌环主要在西大辽河 积极支流乌侯情水一带活动 南陵汉朝席结匈奴 发展受到双重影响 摇摆不定 时而归附汉朝 时而联合匈奴 汉武帝时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 为了孤立匈奴 汉朝把乌环部落迁移到东北方向 上古 渝阳 右北平 辽西 辽东武郡的赛外 并要求乌环首领每年到长安朝贡觐见 为了进一步控制乌环 汉武帝还设立护乌环校尉 严格管制乌环不得与匈奴往来 匈奴逐渐衰弱 乌环力量壮大起来 居然挖掘了匈奴铲鱼的牧种 因此遭到匈奴报复性进攻 汉朝派兵驱逐匈奴 但抵达时匈奴已经撤军 便以兵部出空的名义 转而进攻乌环 惊败于匈奴的乌环无力抵抗 元气大伤 往后乌环和汉朝之间 时战时和 直到东汉开国之际 汉光武帝向乌环多加笼络 乌环再度归附 被允许迁入赛内 乌环内迁入赛后 各个部落之间逐渐分化 很少联系 东汉末年群雄割剧 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 也无力在鸡迷依附的部落 幽州辽西 辽东和右北平 三个郡的乌环联合起来 被称作三郡乌环 这三个郡的乌环部落 加上渝阳郡乌环和上古郡乌环 统称幽州乌环 他们迁入较早 对东汉朝廷比较攻顺 东汉朝廷经常蒸发他们 对匈奴鲜卑作战 以及镇压内部动乱 然而东汉朝廷的屡屡蒸发 对乌环部落造成了沉重负担 他们慢慢对东汉朝廷心生怨恨 汉陵帝中平元年 梁州枪乱爆发 东汉朝廷出兵镇压失败 便蒸发幽州乌环 突齐三千筑权 乌环兵临阵不战 逃回幽州 随后中山国叛乱 三郡乌环又与叛军联合 深入清济二州 攻破郡县 飘略百姓 等到叛乱平息 乌环才退去 县帝出平元年 辽西乌环首领 丘里居死 儿子楼班年纪小 侄子踏顿取代楼班继位 踏顿有谋略会用兵 再次联合三郡乌环 步众都听从他的号令 江安初年 冀州墓袁绍 与占据幽州的公孙赞 相持不下 踏顿派使者来见袁绍 请求和亲 一起对抗 对外族向来严酷的公孙赞 为了笼络乌环 袁绍收养家族中的女子 为养女 嫁给踏顿 袁绍的笼络 获得了乌环的支持 踏顿派兵 帮助袁绍攻打公孙赞 公孙赞覆灭灭后 为了继续利用乌环的力量 袁绍假托朝廷名义 赐给三郡乌环首领 踏顿 苏蒲岩 乌岩等人 缠于应授 并且举行了隆重的册封礼仪 由此三郡乌环 一直与袁绍关系良好 后来楼班长大 辽东和上古乌环 拥戴楼班为蝉鱼 踏顿为王 踏顿仍然负责出谋划策 曹操与袁氏战争期间 乌环曾经企图出兵五千计 救助袁绍长子袁潭 曹操派遣久在边疆的千招 出使乌环 成功劝退了乌环 等到袁潭已死 袁绍和袁绍 逃亡之时 三郡乌环本部 加上掠夺来的汉民百姓 约有十余万户 势力颇为强大 在袁氏兄弟的怂恿下 乌环数次侵入 幽济等州腹地 给曹操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曹操为彻底平定 北方各州 解除后顾之忧 必定要制服乌环 对袁氏兄弟斩草除根 当时乌环的主力 在辽西郡柳城 距离曹操所在的夜城 有两千余里 千里奔袭并不易成功 曹操手下文武官员 意见不一 反对者居多 多数人认为 乌环贪而无亲 袁上袁兮 只是王鲁 袁氏实力 已经今非昔比 乌环必然不会为之卖命 如果率军北征 自家大本营 许多空虚 万一刘表等敌对势力 趁机偷袭 后果不堪设想 文武之中 只有国家坚定支持 曹操的想法 国家认为 北征乌环 不仅有必要 而且可行 他指出 袁绍在北方四周 有深厚基础 如今四周百姓 迫于兵威降服 曹操的恩德和威信 其实尚未稳固 此时如果难征 一旦袁氏兄弟 借助乌环力量 召回袁氏散落的旧部 重返中原 经济两周 都将难以控制 乌环 依仗地处偏远 防备松懈 突然出击 可以趁其不备 出其之胜 如果错过了这个良机 等袁上 袁锡兄弟 在乌环那里 沉了气候 将成为大患 而刘表 胸无大志 不会冒险 攻打许多 曹操听从了 国家的建议 力排众议 决心北伐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为解决距离遥远 粮食运输困难的问题 曹操于建安十一年 先任命董昭 负责开凿了两条草运 平鲁区和泉州区 以解决 军粮供给问题 建安十二年春三月 做好充分准备 和战前动员的曹操 从夜城发兵 往北顺着忽陀河 经平鲁区 转泉州区 一路水路并静 到达幽州 吴中县 准备出赛 当时出赛 进入辽西地区的 主要道路 有三条 其一 出炉龙塞 至右北平郡 救治所 平刚城 其二 从白狼山 至雨水的 河谷通道 其三 是最东面的 滨海道路 出炉龙塞 至平刚城的路线 从东汉初 便因为年久时休 多油损毁 难以通行 首先被曹操排除 而从白狼山 至雨水的河谷通道 途中 常要渡河涉水 难以起到突袭的效果 所以曹操 最开始选择的是 走冰海道路 然而天不随人愿 曹操大军 到达吴中县时 是五月 天降大雨 冰海道路 泥宁难行 大军停滞不进 一等就是两个月 就在曹操 一筹莫展的时候 关键人物出现了 此人便是田筹 田筹本为 幽州牧 刘渝从事 刘渝死后 率宗族隐居在徐吾山 袁绍 几次派人请他做官 都被他拒绝 曹操听闻田筹贤明 派人征辟田筹 田筹 欣然随使者 来到曹操军中 理由是 与乌环有仇 田筹告诉曹操 出卢龙塞 并非无路可走 其实仍然留有古道 可以通往柳城 这条古道 虽然多年前已遭废弃 但还是有迹可循的 出卢龙塞 往辽西 也有两条路可走 一 经南溢水东北 过如今的宽城 平泉 北入乌侯情水河谷 抵达平岗城 二 经玄水向北 往乌侯情水河谷 抵达平岗城 前者为主要道路 田筹向曹操建议行军的 也是这条道路 曹操听后迅速着手 让田筹做向导 带大军出发 为了迷惑乌环 曹操假装已经退兵 还让士兵在路旁立了一块大目表 在上面故意写要等到秋冬再进军的信息 乌环绍齐以为曹操已决意撤军 因而放松了警惕 在田筹的带领下 曹军悄悄回师到卢龙出赛 经过白潭 平岗 向东朝着踏顿驻军的柳城开进 行军途中 曹操采纳郭家的建议 让将士们轻装减刑 以便快速抵达战略目的地 八月曹操率军急行 距离柳城还有两百里的时候 乌环才得到消息 袁上袁熙与踏顿楼班等 匆忙聚集数万骑营战 双方大军在白狼山相遇 这场遭遇战相当突然 一方面曹操军因为赶路太多 轻装上阵 临战的多为骑兵 批重甲的步兵在后方和资重部队在一起 而且由于十几天的山路和急行军 体力已经大打折扣 曹操军如果不能速胜 一旦被包围 必败无疑 另一方面 乌环骑兵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 而且以意待劳 但因为没有作战准备 而且和其他游牧部落相似 他们也没有军队作战的思维 单兵能力强 整体却缺乏协调 所以阵列未成更没有及时抢战 优势地形 当时曹操军中多有恐惧心理 请求不要仓促交战 等待后援为上 只有张辽力劝速战速决 曹操反应神速 立刻找到斜坡 全军列阵 并登坡上居高观察战场形势 当他看到乌环军阵容不整 尚未立出阵脚 便果断下令出击 曹操为了此战 在将领的选择上也做足了准备 除了千昭 显渝府 阎柔等 幽州本地将领外 随真的主要是张辽 徐晃 张和 张秀 曹淳等 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 军队中也不乏以虎豹骑为代表的精锐骑兵 曹操任命张辽为先锐骑兵 并将代表军队指挥权的辉旗交给张辽 赋予他前线指挥 便宜形势的权力 张辽随机离开山坡 下到谷地 动员先锋精锐骑兵冲击敌阵 徐晃 张和 曹淳等也奉勇争先 乌环骑兵准备不足 加上曹操军精锐骑兵冲击力强 阵容开始混乱 混战中 踏顿居然被张辽斩杀 这也成为这场遭遇战的转折点 乌环军随之全面崩溃 曹操军大获全胜 斩踏顿及冥王以下十余人 三郡乌环军民二十余万人都被俘虏 袁上 袁熙兄弟在混乱中逃走 投奔割据辽东郡的公孙康 公孙康最终斩杀袁氏兄弟 并将首级送给曹操表示臣服 曹操在白狼山之战获胜后 将投降的乌环迁往内地 白狼山之战不仅制服三郡乌环 对其他郡的乌环也有极大震慑 被曹操迁到内地的乌环军队 后续跟随曹操转战各地 比如曹操西征汉中的时候 乌环兵便跟随作战有名于天下 乌环百姓则开始从事农业 逐渐与汉族等民族融合 汉默三国之后史书中再无单独的乌环传 曹操战胜三郡乌环 彻底肃清了元氏残余势力 除关西之地仍被马腾 韩岁等军阀占领外 基本上统一了南道长江 北道长城的北方广大地区 形成直逼江南的战略态势 为曹操的霸业奠定基础 也就是在从友城返回叶城途中 壮志凌云的曹操 迎送出快智人口的名篇 观沧海 水河淡淡 山岛宋志